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今天的命案发生在一所学校 死者是一名精神医学院的教授 室内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丢失财物 应该不是入室抢劫 布兰达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死者的嘴大张 眼睛里面有淤血点 死因应该是窒息 推测死者应该是被人用大哥大击中头部之后 又用抱枕盖住头部窒息而死 这时候死者的妻子来到了现场 妻子说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说教授最近正在研制一种抗抑郁的药 这种药是针对青少年吸毒者研制的 而这些孩子因为短期服用过兴奋剂 经常会精神崩溃还伴随有暴力倾向 妻子觉得丈夫的死 应该跟这些他治疗的孩子有关 经过调查 这项药物实验参与治疗的孩子大约有2000个 其中有一半进行了药物治疗 他们还从中发现了一起民事诉讼案 一对夫妇的儿子因为临床治疗副作用而导致死亡 于是对医药公司和教授提起了诉讼 患者以及起诉夫妇的例行询问 首先是同事 据同事说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这项药物研究效果很不理想 开始确实效果很显著 但患者出现了失眠或者暴力的症状 而一旦停药就会出现抽搐 昏迷 甚至死亡的问题 诉讼案就是个典型 在发生那件事情以后 他们跟医药公司提出停止实验的请求 但却被拒绝了 因为如果现在停止实验 医药公司就要面临接近一个亿的损失 于是布兰达就安排了与医药公司高层的会面 他想让对方同意他们查看患者的档案 然而他并不想协助警方得到他们患者的任何信息 因为任何的信息泄露都会给他们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 可布兰达说 是不是教授把实验结果公开 也会造成一样的后果 于是高层便威胁布兰达 如果警方做了什么不利于他们临床试验的事情 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看来这个高层的情绪调节能力很弱 那到底是不是他为了公司的利益杀害了教授呢 然后是诉讼案夫妇 他们所说的跟教授同事说的一样 药物确实有很大的副作用 他的儿子也成为了第一个临床试验的牺牲者 因为他们签署了同意治疗的协议 所以他们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悲伤的阴影 看来他们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最后就是对患者的调查 于是警察局几乎被问题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们给填满了 他们重点调查的是被教授命令禁止接见的警 他们各有各的问题 有的因为中途退出了治疗 后来又想要继续加入药物治疗 所以不停地给教授打电话进行骚扰 有的因为在学校贩毒怕被警察发现 中途从警局逃跑 之后又被抓回来 有的参加药物治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身体也似乎恢复了健康 然而刚刚调查完这群孩子 布兰达就收到一个通知 上次说因为药物病情好转的女孩 今天因为全身抽搐被送往医院 布兰达赶到医院 他询问了一下女孩的父母 他们说因为之前有个男孩停药以后死了 所以他们非常小心地保证女儿每天都有吃药 但今天医生却在她的血液里找不到药物的成分 那就奇怪了 到底是谁换了女孩的药呢 布兰达回到警局 重新查看了一下女孩当天的问询记录 发现女孩曾经提到过自己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 而教授之前曾经反对他跟现在男友的交往 于是布兰达决定查看一下女孩的手机 为了引出凶手 布兰达请求领导车去对教授办公室里患者档案的监管 他还顺便申请了监听权 之后他来到学校 看到教授的同事正在跟医药公司的高层讨论停止临床试验的事 因为这已经是第二个患者因为药物出事了 布兰达故意在他们面前透露警方要解除对教授办公室的监管 于是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待猎物自己上钩了 晚上果真有人来到了教授的办公室 布兰达打开灯 来的竟然是教授的同事 他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要保护手里的这份档案 可布兰达直接揭穿了他 原来他借用治疗的借口跟医院里的那个女孩有不正当的关系 教授发现了这件事 曾经给他机会去自首 但却被他灭了口 男人否认了自己跟女孩的关系 但布兰达拿出了女孩的手机 说里面记录了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 男人还想狡辩说这是一种治疗方式 患者经常会移情到医生的身上 可布兰达又说 移情的对象应该不止女孩一个吧 如果我们仔细地查一下 应该能发现不少情况 布兰达指控男人根本不是治疗师诱监 男人激动地说 不是我找的他们 是他们主动找的我 就是这句话被监听的警察录了下来 成为了决定性的证据 于是布兰达以诱监罪和谋杀罪逮捕了男人 这群误入歧途的都是一群迷茫的孩子 可医药公司为了利益无视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而还有一个人面受新的老师 以治病为名向他们身向魔爪 青少年心理健康不仅应该被社会重视 最重要的是父母除了物质上的满足 更要在心灵上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